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证件发表会上批评国民党是黑金体质 更点名花莲副奖 让立委傅昆奇忍无可忍 重炮回击 这个就是勤快在骂岳飞 赖清德把台湾带向一个腐败 贪污面向战争的非常围奇的时刻 去年九合一傅昆奇来担当 全国服权的工作 也是民进党最惧怕的人 栏尾点出执政党贪腐十大弊案 从疫苗采购 潮丝鸡蛋疑运 台南光电炉扎案 到高端炒股草草料事 尤其立委面对自家人的黑金争议 像是台南市议长邱莉莉 在政府议长选举期间 涉入会选被起诉 以及台南金发局前局长 甚至接受性招待 而且收贿遭判刑 还有民进党前中指委郭再卿 更是卢渣案主贤跟巴巴掐案的关系人 黑金的总舵就是在民进党 而总教主赖清德先生 全国第一的黑金弊端在台南 你要怎么解释清楚 蓝营跟炮轰政府插币没破破 却对到大陆旅游的里长无限追杀 而现在更质疑 打炸大张旗鼓的国家队 难道已经沦为笑话了吗 越接近投票日 赖信的抹黑抹红手段进出 侯友宜不能接受 强调治安是他的专业 各样又包容 运回台湾 好 在证件会上侯友宜说 民进党执政之下 台湾变成了诈骗之岛 2022被诈的犯罪佐德有700亿 加上没报案的黑数 绝对超过了1000亿 诈骗案件有3万件 而且逮捕了4.6万人 已经创下15年来的新高 而民进党是眼睁睁看着 诈骗集团这么样的嚣张 绿营立委甚至是长期接受 IMB诈骗集团的赞助 跟诈骗集团纠缠不清 而行政院成立 打诈国家队和办公室 结果诈骗却是越打越多 27亿是不是都打水漂了呢 就是行政院的打诈办公室 就跳出来回应跟反驳 那个打诈办公室怎么说呢 他们说你看政府以窒息室执法 已经逼出了犯罪的黑数了 拦阻的金额有61.5亿 扣押犯罪所得41亿 返还了被害人有6亿元 减少的财损超过了百亿 国际反诈骗联盟的报告显示 全球诈骗的金额 前三名是瑞士 还有奥地利等等 但是台湾在43个国家当中 其实是排23名 而2022诈骗金额是73.2亿元 他认为所谓的诈骗财损高达千亿 叫做夸大之词 好啊 但是你看看 这个可是打诈办公室 自己提供的数据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他拦阻的金额有61.5亿 然后呢 扣押的犯罪所得是41亿 返还了被害人有6亿元 这几个数字 光是加一加代表浮上水面的 这样的诈骗 就已经高达百亿元了 所以这样子难道很得意吗 这样的数据不是证实了 这个侯友宜的说法吗 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是不是真的已经变成了诈骗之岛了呢 世宝员怎么看 是 这个侯友宜在第二次政见 讲得非常好 台湾已经变成大大地地的诈骗之岛 我为了这个诈骗 这个我开个公听会 有两个老太太 这个来哭诉 我们的面这样讲 一边讲 一边掉很累 他就说 賴委员啊 以及各位记者大人们 我一生的积蓄 她是老师堆下来的 她现在是公务员堆下来 两千万 两个都是高学历的 说是以上的 被炸了多少 两千万 另外一个也是两千万 我们说怎么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她说因为啊 她说看到LINE上面啊 投资啊 文赚不赔啊 报酬率多高 多高 多高 她觉得啊 不错哦 刚开始投一点 投一点 我就不了解 她学历也不错啊 这样的经历 怎么会被诈骗 你就发现到时候 经常一般人被诈骗 很容易 请问各位 你没有结果 这些诈骗电话的 比例有多少 有人统计过 不会高于10% 就是90%以上的 台湾人都介绍过 这个所谓的诈骗的 一个电话 或者诈骗的 一个电讯 这个来讲的话 NCC可以 可以拦截 数发布可以拦截 经管位可以拦截 怎么都这个样子呢 然后我们再看 现在看到 老百姓最气的是什么 他就讲说 哇 都了不起 都了不起 拦截了多少 那一天 我有请政府的官员来 他就说 大概啊 你被诈骗的 比如说2000万 你心里就有个 你最多拿回来 5% 也就是2000万 你最可能拿到的 最多最多 大概就是100万 那已经相当不错了 旷日费死 2000万 就这样剩100万 而且是很lucky的情况之下 老百姓最气的是什么 你成立了打炸办公室 打炸国家队 花了27亿 27亿这么多的钱 结果大部分拿去修房子 你的办公室 厅社弄得很漂亮 实际上呢 这个来讲的话 你成效如何 有 有做到一些人 是什么 厕所啊 小弟抓一些 大官们 没有举例来讲 大家很痛恨的 IMV 这里面 民进党立委介入 民进党高官介入 民进党在那里 吃饭 在一起 你好我好 要哥良好 这个事情都没有 都没有去处理 所以可见得怎么样 这打炸都是玩假的 越打越多 我们通缺到 今年10月份 诈骗的 平均 大概增加 47%到50% 有一副民调 很清楚地讲出来 说你认为 民进党 有没有贪腐 百分之五十啊 五十左右的人 认为民进党 就是贪腐的政党 各位 这些都是 清清楚楚 看得到贪腐 这个东西 清楚难输 随便 这个信手连来 就一堆啊 比如说高端 高端凭什么 就是这个 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 这个行政现场 要成见人 他就去背书 所谓的免疫交接 到现在为止 高端还不能进入世界 没有办法 让他去 去走向世界 高端 人家不承认 承认我们的国家 不到十个国家 高端 从几十块钱股价 涨到十百多块 光股价 他中间来讲的话 利差 就赚了几百亿 这难道不是一个诈骗吗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诈骗 没有去查 如扎的事情 没有去查 你就发现到这个大案子 还有求利利 我们今天把它撑离一下 我就想说奇怪 赖清德当初 他直接认定 李清教是会选 直接认定 赖清德认定 李清教会选 两百多天不进 台南市议会 就像邱莉莉是检方认定 他会选 黄伟德照样去 照样向民力低头 照样要给他取公 做实证报告 这算哪门子的一个民族 所以赖清德 你就发现到 他对自己 都是非常宽松的 对别人非常严格 你可以看到他一上台 当这个主席 黑啊 枪啊 这个什么黄啊 金啊 通通杀 根深人 杀光光 只要你被判刑了 不得从政 不得在民进党里面从政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这一下来 奇怪了 你对别人这么严格 那对自己的赖皮疗的事情呢 赖皮疗的事情 到现在讲到还不清不楚 可见赖清德 他真的就是 在一船 你就发现到民进党执政 他完全就是靠着 就是骗 骗 骗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行政院现在说 政府很努力的在打炸 是不是也像伟员说的是在骗呢 洪友宜的说法 难道真的是污蔑第一线人员的努力吗 我们看到现在又有最新的爆料了 调查局啊 在六月份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打炸中心 这个打炸督导中心的主任呢 叫做谢再富 结果他竟然被发现说上任不到两个月 从九月开始请假了 一路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等于是真正请假一百四十二天 不需要上班呢 打炸不重要吗 为什么可以请这样一个长假呢 好 过去被认为是打炸要脚的数发部 被发现呢 人员都在出差 现在民众才发现 原来连打炸的督导中心 竟然还可以一百四十几天群龙无首 这样像话吗 好 我们来看到啊 这个调查局的内部人士怎么说呢 调查局的人士就说啊 其实啊 这个打炸中心是一个很重要 很高阶的一个这个位置的组织啊 因为啊 它统合整个局本部的科技处 还有北中南跨境四个外勤打炸中心 以及六都的调查图 东东都是归这个打炸督导东西 来调派跟指挥的 结果这个谢再富呢 本来他一月已经辞掉了 他原本的工作是台北市中山站的主任 结果呢 请辞之后 突然一下他又说他要复职回任了 结果果然呢 当时消息一出内部就议论纷纷 然后呢 他回任之后很快的 他就变成了打炸中心的主任了 好 也有知情人士表示说 当初啊 这个人士总处啊 透过海选各界的金融防治 还有司法侦办的精英 想要找出一个最适合领导 打炸中心的人选 而这个谢再富呢 是辗转透过了新潮流系的人士牵线 才最终获得青睐 可是没有想到才上任两个多月 就开始请长假 这让基层真的是颇有为辞啊 好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重要的一个打炸中心 结果呢 被发现群龙无首 可以直接请假142天 不需要来上班 难道是因为台南市长都可以 这个200拖天不进议会 那一个这个打炸中心 也不过就是请假142天 没有来上班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汉婷怎么看 先说我认为这个爆料 那应该就是在内部有人 确实看不下去 凭什么你可以请假这么多天 然后身居高位 甚至呢 在爆料当中直指 他就是透过新系人士牵线 所以很明显的应该也是派系之间的内斗 不过当然这我们不管他 毕竟这件事情 饱受社会关注 而且民进党确实有所缺失 在警政署呢 今年公告说 五月开始民进党我们就推出了 所谓打炸钢磷 但每个月的诈骗案件数有增无减 在今年的11月诈骗案件就有3579件 对比去年同期只有2701件 那你说一个月3579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一天就有119件的诈骗案件正在发生 每一天就有119件 这个数字光喊出来你民进党都不觉得丢脸吗 民进党都不觉得羞愧吗 民进党都不觉得自己应该要检讨吗 当然民进党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还是有很多 你看我们拦阻了很多诈骗金额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我们基层的观察 就是第一线的警方同仁备受压力 因为会被这些数字KPI追着跑 所以怎么办呢 好一点的状况是只要有人询问 比如说请问警察就这个网站是诈骗吗 这个简讯是诈骗吗 他只是一问警方就拜托 拜托拜托你来报案 你来报案 这样我就可以追查到说 我们拦阻到了多少的诈骗金额 这还是好一点的状况 坏一点的状况 警察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 警方会拜托各种亲朋好友 跟拜托所有的李明干嘛 拜托你把你收到的诈骗简讯 跟你网路上收到的诈骗讯息 拿给我来当业绩 拜托你来报案 这样子我才能够报上去说 我拦阻了多少金额 我保护了多少人 但其实这些人呢 本来也没有被受骗上当 因为大家就是看过就过了嘛 所以民进党口中的所谓 我们拦阻了多少 保护了多少 很大一部分程度 就是透过这一种KPI的要求 来压榨第一线警方同仁 所得到的一个被扭曲 被灌水的资讯 第一线的警方同仁都在抱怨 你源头不去管理 金管会不去管理 NCC不去管理 应该冻结的账号不去管理 或网路上应该有相关的实名制 或其他的办法不去处理 或者在立法院当中 真正应该针对诈骗的 这些黑金枪毒诈 加重起刑 或者应该要严加刑法的严重度 但是都不做 所以导致诈骗集团就觉得 反正我的获利极高 风险极低 被抓到也不过就判 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法官的量刑总是如此神奇又奇妙 对吧 虽然法律跟你讲要判一年到五年 但是法官最后 我们就只判你三四个月 神奇吧 所以这种司法改革 如果没有去做改进的话 真的只不过就是累死一线的警察而已 所以到现在我们竟然才看到 打诈中心的主任 竟然还请假长达一百四十多天 哇 简直离谱 难怪群龙无首 孝姬当然就比较不好 那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这名主管已经积劳成疾 就你一月就已经知道他身体不好 那为什么还要持续让他 做到今年的十二月呢 所以难怪他请半年的假 那他不论他是要去养病 还是他去做什么事情 是你民进党有没有重视 当你发现负责的人如果身体不好 你应该另请高明啊 所以这只能够让我们发现 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高明的人民进党要么就请不到 要么就是民进党里面 没有高明的人 当初说要成立这个打诈中心的时候 这个人事总处是特别 透过了各种机制来海选 说要广征金融防治 司法争办的精英好手 结果呢 辗转透过了新潮流系牵线 才找到了这么一个谢在妇 结果竟然是一个一上任 就请假140多天的人吗 好啦 新潮流系牵线 让这个谢在妇 可以来当打诈中心的主任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绿电的利益后面 好像有新潮流系的人吗 赖清德老家的维安 办公室的装修呢 也穿出有新系的身影 现在就连一个打诈的人事安排 难道连新潮流系也要来参一咖吗 所以老百姓投票到底是投给了民进党 还是投给新潮流来执政呢 大建委员 对 我觉得这就是 柯文哲不是一直在讲的吗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那么现在大概全国不只是支持 柯文哲的选民 我相信国民党所有的支持者 大概我们都有同样的看法 就新潮流不倒 民进党不下台 台湾是不会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 台湾现在有将近60%的选民 都希望推动政党轮替 事实上民进党执政这八年来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 司空见惯了 就民进党用人的原则 是从来不考虑专业的 只考虑颜色 颜色对了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只要你颜色对了 只要你忠心耿耿 只要你任劳任怨 只要你听后拆遣 那么你有没有专业素养 你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任何各式各样的弊端争议 这些都不重要的 只要颜色对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是让我们再一次的发现了 民进党用人只看颜色 不看专业的 尤其是看到了 你看到这个谢再富 他如果在今年一月 就已经提出过请辞 要从调查局台北的中山站 主任的位置要请辞 那为什么忽然之间 又可以回国去担任了 打炸中心的主任呢 那就算有人推荐他 好歹也告诉我们一下说 谢再富到底有什么专长 那么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专长 符合刚才远宜讲的 当时我们在这个海选 这个人选的时候 就希望有一些特定的条件 它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呢 大家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了 然后接着你说 接了这个位置之后 居然可以请假142天 大家知道这142天 诈骗集团没有请假 诈骗集团没有放假 诈骗集团每天 还在很认真的诈骗当中 就像刚才汉庭提供给大家的数字吧 以台湾现在这样 一天至少要有119 120件好了 所以142天里头 每天至少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 还有120件 还不要讲那个没有看到数据的 就是被诈骗之后 大家就自认倒霉了 这种情况还有很多的 所以诈骗集团在过去这142天 并没有放假 他们没有放年假 没有放长假 他们没有到处出国去旅游 他们还在诈骗 那台湾呢 我们就不用打诈就对了 我们有一个打诈中心主任 然后你可以让他请假142天 他如果身体真的这么需要长期静养 就暂时先把他移开 移到一个可以让他静养身体的位置 这也没有关系啊 到底是有什么样特殊的理由说 他明明身体已经不好了 要请假请了142天 我们还非需要这个人来担任这个角色 不可能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民进党用人的原则 他哪在乎什么打诈中心 有没有功能 他哪在乎什么打诈中心主任 是不是符合专业 他只在乎的是这个位置 他拿下来了没有 这个位置是不是他的人 这就是回到了现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因为长期以来介入警政 跟检调的人士 所以导致到民进党可以用各式各样的 绿色恐怖 不断用查水表 不断用检调的人员来恐吓 我们基层的这些支持者 基层的里长 来打击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候选人 从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巧心 到现在一个一个所爆发出来的案子 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想尽各种办法去动用检调单位 来嚇阻基层的支持者 来支持蓝营的立委候选人 那么民进党用这种方法 来巩固他自己的政权 而巩固了政权之后 真的是为了台湾吗 并不是 他只是继续让他这些徒子徒孙 继续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继续吃香喝辣 继续搜刮台湾而已 好 于说台湾的诈骗的财损 加上黑数恐怕会破千亿 行政院马上跳出来反呛 而且根据国际反诈骗联盟的调查报告 他说没有没有 全球诈骗损失的前三名 叫做新加坡 瑞士跟奥地利 台湾只排23名 而且诈骗的财损 只有73.2亿元 认为财损近千亿是夸大之词 好嘛 就算民众被诈骗的损失 真的只有七十几亿 但这七十几亿 每一脚每一毛 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谈到这七十几亿元 那些被骗了七十几亿的 这些人难道不会哭吗 结果呢 民进党竟然拿这七十几亿 来证明诈骗不严重 蔡英文过去不是说 数字是冷冰冰明星 才是暖乎乎的吗 结果现在行政院有必要 用这么样无情的说法 来证明说诈骗不严重吗 高原怎么看 我觉得诈骗这个问题 是全民都深恶痛绝 尤其是我们在基层 遇到很多的长辈 通常都是那种已经退休等等 那他们可能因为资讯的不对等 或是很容易因为 现在手机的使用 而误信这个诈骗集团 那不管是投资的诈骗 或是小额的这种 线上刷卡诈骗 其实都是层出不穷 那这些长辈们 其实很容易有被诈骗集团 其实不管是洗脑 或是用很多方式就误陷 那当然对政府来讲 如何从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 那其实诈骗案件越多 你可以发现 积累到最后 不管是我们调查局的人员 或是我们警察 甚至这些司法单位的人员 大家纷纷都暗毒劳行 都已经过劳 而且都想要离职 所以最近的离职率越来越高 其实也跟这个有关 所以一定要从源头处理 那过去我们就曾经要求 例如说手机很多这个 点选这个小额支付的这种网址 你会不小心就被盗刷了 那很多长辈因此信用卡 就被盗刷了几十万 都还不知情 那以为说你没有刷卡片在身上 就没事了 但其实现在的这种 手机的这种线上刷卡 很容易你就 这个卡片在你手上 但是已经被盗刷 所以我们就要求说 这个线上的刷卡 应该要有一个上限 让这些长辈不至于说 就算被盗刷 也这个有一个金额的上限 不至于就被盗刷几十万 甚至更高的金额 那甚至也要求就是说 包括这种信用卡 绑定手机 一定要绑定个人的手机 有身份证 等等的认证的才行 否则以现在的状况 很多歹徒拿到你的 这个信用卡资料 他就可以把你的信用卡 绑定到他的手机 到处到刷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 那更多的就是说 用这种投资 高报酬 高利率的方式 来骗取这些长辈的退收金 让长辈以为说 真的有拿到一些 这个现金 然后之后他再叫你转往 这种LINE 或是其他的群组 去做线上的投资 而这种投资 往往你在交付现金之后 全部后来你都拿不回来了 类似这样的诈骗 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从以前到现在 诈骗的手法 层出不穷 但是我们的行政机关 也没有办法 针对这些新形态的诈骗 能够在资讯上 立刻让长辈知道 或者是在源头上 能够立刻的防堵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说 很多都是 不管是银行 或者是内神通外鬼 把这些长辈的个资等等 就直接让诈骗集团 非常轻易的取得 所以很多长辈 接到诈骗集团电话 都会觉得说是真的 因为他非常清楚 你的个资 你所收上的资讯 而这些通常是 内部人员才有 所以其实从诈骗 包括个资 包括这些 机密的资料的保护等等 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诈骗集团可以这么猖獗 当然就是跟我们的个资 这些相关资料 没有做好保存 然后让诈骗集团可以 互相勾结勾串 然后去诈骗也都有关系 所以整个是千丝万缕 那我觉得说对政府来讲 最重要的工作绝对是打炸 而这个也是全民最关心的 所以过去我们也修法 加重这个诈骗的刑责 但是问题是 很多诈骗集团的主谋 都是在国外 那在台湾你抓到 通常都是年轻的车手 他可能提供账户 他可能是帮忙去领钱的 很多都是年轻人 那一旦这个 陷入这个诈骗的车手之后 他可能终身 他就背负这样子的一个前科 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 他整体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的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